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手持红色刀刃的炭治郎 脑海中居然浮现出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同样带着耳坠的见识 不依靠任何外力便可轻而易举地将黑刀变为红刀 他的刀一定会对鬼造成伤害吧 炭治郎这样想着 承载着众人的寄托缓步向上前走去 在看到炭治郎的瞬间 激怒就认出 但是传说中的鹤刀 深入无产细胞的恐怖回忆 令他感到呼吸困难 开启斑纹手持鹤刀的炭治郎 在这一刻 与一个伟岸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还没等他说 我知神神月以穿铁而过 一瞬之间 激怒可乐与空袭便同时被斩首 另一边进入鬼化状态的旋迷 也解决掉了哀绝 但为什么上弦还没被打倒呢 炭治郎意识到 上弦之四的弱点 或许与上弦之六并不相同 再次集中精力的 他竟然在附近闻到了第五剧分身的气味 弱点一定在那里 必须找到他 鬼化狂躁的旋迷 死亡对于击败上弦 有着异常的执着 勉强被炭治郎人格魅力稳定下来的他 负责去击杀第五分身 炭治郎迷豆子 则承担起了千只剩余四鬼的任务 他们可以成功吗 请听下回讲解